歡迎六家高中國中部陳靜怡老師帶來的演講 單跳脫陳基米斯看見孩童的多人潛力 現場的來賓大家好 我是六家高中國中部公民與社會科老師 今天要來和大家分享跳脫陳基的迷思 看見孩童的多元潛力 我是一位任教綱第十年的老師 在教學的現場我常常看到很多不同的學生樣貌 那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先來看一下這一張照片 來大家來猜一下這些大人在做什麼 比一筒 比一筒 玩手機 每一位來賓心中會有一些些答案出來的 其實真的是很多家長他們正在徹夜 幫他們的孩子排補習班的畫位 因為他們會認為說 只要排到好的補習班畫位 那我的孩子成績就可以提升 那我就可以贏在起跑點上面 僅僅是因為那個畫位我坐在好位置了 對所以你會發現說 其實難道真的成績就可以代表一切嗎 可是我們常常在新聞上會聽到說 很多孩子會因為科學上的壓力 然後跟親子間產生的不愉快 甚至還造成了所謂生心理的一些狀況 所以有時候我們其實真的大人要來反思一下 在我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成績是不是可以代表了所有一切的事情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所在意的成績 那就要再請大家想一下囉 你心目中覺得最有印象 讓你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個成績 是0分還是100分 0分 好 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不然我也想下去Q&A 很抱歉 來 那為什麼這個成績對你很有印象 很在意 一定是有一個它的價值存在 但是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學校學生的成績 來 那這是我們國三生 在考復習的時候的一個成績單 成績的那個考卷 那學生呢 裡面也有70分 有60分 也有90分 那他們在寫的時候 我就在旁邊看 然後看著學生看著學生 我就看見有些學生 他在寫的時候 他很認真在寫 可是他出來的成績 卻比那個用猜的還要差 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對 然後在一瞬間覺得說 欸 那可是還有26分同學 他會去跟21分同學比說 欸 我猜運比較好 還有你5分喔 對 那一瞬間你就覺得 教育的本質難道就是這樣嗎 今天我們在教育的本質 我們希望帶給學生的是什麼 是希望他們可以透過學習的過程中 可以找到自己的興趣 發展自己的多元能力 未來能夠帶著這些能力 走向他未來的社會 未來的世界 這個才是我們想要的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實說剛剛Kat也有提到 其實我的教學路呢 其實就是真的 我在台中的名校裡面 我們是讀那個A plus班 就是A加班 所以我從小就覺得 哇 成績就是一定要很好 一定要至上 因為這樣我才有好的未來 所以在一路上讀書的過程中 只要小考沒有達到92分 我就會被打一下 那裡還不練真念書 所以等到我成為一位老師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 我就是一定要成為一個 可以帶著學生 讓他們提升成績 送上第一志願的好老師 這樣才是我 對 甚至我還會去 觀察一下隔壁班老師 他們教的學生有沒有贏過我 或者是別的學校的老師 有沒有更厲害 對 那時候的我簡直是 淪落在那個成績的迷思當中 一直在那邊漩渦 可是有個半年的時間 我到了高中的體育班去認教 在那個認教的過程中 其實我反而是得到了一些省思 因為大家會認為 體育班是一群什麼樣的孩子 不會念書 不會念書 對 不會念書 或者根本就不喜歡念書的孩子 可是在跟他們相處這半年的時間內 我發現 其實他們不是不會念書 而是他們有更重要的目標 他們要去執行 他們想要去完成在那個部分 所以當他們想要學的事情 想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能夠發揮他們更好的合作力 學習力 專注力 甚至他們的創意性 所以那一瞬間的時候 我突然間開始反省我自己 如果當學生都沒有那麼在意 他自己的成績的時候 我為什麼還要執著在於 那個成績 希望把成績當成是他們最重要的人生一件事 他們都已經找到他們更重要的人生方向了 所以在那時候我就開始在回想 如果說真的身為一個老師 我們在意的是成績的話 那是不是就會失去了很多選手 或者是很重要的職業 那甚至比起一百分的話 我們是不是更應該要重視 所有的孩子他們未來的方向 有沒有自己能夠去做一個決定 做一個選擇 這才是我後來真正從孩子的身上中 第一個學習到的點 而後來我在教學的過程中 我到了台中一所非常有名的升學學校 在上課的過程中 學生突然間就跟我說 老師他很生氣喔 憤憤不平的說 老師我跟你說 如果啊 我今天這次斷考考題出得太難 那個老師他又不願意這一題送分的話 我就會請我的家長直接打電話來學校 然後要直接投訴了這樣子 然後他說一定是因為老師出的題目有問題 不然我怎麼可能自由班還答對不了呢 哎呀當下在台上的我 不曉得如果在場的老師 如果你在台上你會萬間怎麼辦 當下的我 我居然笑了一下 我說欸對 如果說真的有一天是我出段考考題 請你的爸爸媽媽 你覺得真的那題有問題 請你爸爸媽媽直接打電話給我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會親自的告訴你的家長 其實今天這一個考題呢 也許你沒有辦法 當下立刻的應對得很好 但是 爸爸媽媽請不要忘記 也不要忽視掉 其實你是一個很有潛力的孩子 你有很多部分的能力 是可以應付到未來的社會 甚至可以學習到更多的 所以請不要把你的那個 核心就只有局限在於你的成績上面 當時講完之後 各位觀眾 你覺得那個孩子怎麼了 他居然笑了 而且眼睛之中充滿著光芒 他唯一直跟我講一句話 老師 原來你覺得我很有能力 對 那在那一瞬間 我才反省到我第二個部分 我忽然間發現說 其實很多孩子 不論是資優班的孩子 體育班的孩子 他們希望我們看到的是他的成績嗎 其實他希望是我們看到他的多元能力 甚至是不同的孩子裡面 每一位孩子都不希望自己被成績所定義 而是應該要有自己的價值 而那個價值是由他自己來做決定 所以 那後來我就又回到了我的課程當中 一路下來我就開始覺得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做一點點 不一樣的改變呢 因為我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 輪在成績迷思中的老師 OK 然後所以 剛好我就遇到了DFC學習吧 我就決定把他融入進來 在我的SDGS的課程裡面 那一開始跟學生說 我們要來做這樣的課程的時候 學生一定第一句會說什麼 會不會很難啊 或者是說 老師我們就坐在教室裡 安靜的聽你說就好了 可是我們把學習的主導圈 還給孩子 讓他們重新去思考 他們自己可以怎麼做 然後可以重新的怎麼樣來 讓自己變得更好 所以呢 我就把通過課程的設計 讓他們去一步一步的 去能夠有機會 可以去提出他們自己的想法 而我特別要介紹的這一組是我們的 這個是我們的學生 他們呢 對於我們學校的木樓梯 和木栗板的損壞 還有潮濕 覺得有很大的感受 那一開始他們其實也是每天走的那木樓梯 他們並沒有覺得特別有感覺 可是當我帶入DFG學習法的感受的部分的時候 他們第一個就跟我提 老師我好想要做這個主題喔 因為我覺得我每天走 而且有同學滑倒了 可是我都沒有人去關心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做嗎 我們可以做嗎 我們做得到嗎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他就一直在拋問題給我 可是我跟他說了 我們在身為老師 該做的是一個支持 而且把學習主導權還給他們 所以我就跟他們說 那你們來想看看啊 結果他們就開始去觀察說 別人可能會是怎麼做 或者是說開始設計問卷 我來訪問別人怎麼做 所以他們就開始去設計了問卷之後 他們把問卷的內容拍成影片 然後去訪問了很多老師學校的想法 之後再到全校各班去做宣導 然後宣導完之後呢 再把這樣的東西讓大家去做聯署 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讓全校 還有讓校長都可以知道 我們這群孩子很在意這個議題喔 請大家一起來跟我們一起參與 那最後我們還幫忙他們辦了全校 就是整個校內的分享會 讓他們有機會可以在大家面前去做 發散跟分享的部分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發現學生他們除了自己的合作力 或者是說有些同學他主動就可以成為 團隊裡的領頭養 或者是他們會提出很多的創意性 你想看看我們什麼時候有想過說 要用一個問卷的方式把它做成一個影片 讓別人看完之後再來做一個聯署 我發現這是孩子他們在課堂上 我完全看不到的東西 但是最特別的是有一位學生 就是中間這位笑得好燦爛的孩子 他就跟我說老師我覺得我好棒 我以前都是在教室裡 坐在那邊然後成績又不好 然後當站在台上的時候 我雖然一開始很緊張 但是我後來發現 我可以勇敢的告訴別人我的想法 甚至還有全校學長姐學弟妹 總共有將近三百個人幫我簽了我的簽名板 代表他們認同我的想法 接受我的倡議 所以讓我更有信心可以去接受任何的挑戰 哇 當孩子說的那一瞬間 我發現他在發亮 他不僅是他眼神 他整個開心的表情我沒有辦法忘記 所以我會覺得希望接下來 要邀請我們的家長我們的老師和我一起來 第一個是引導與連結 我希望我們可以透過引導的方式 讓我們的孩子在真實的情境當中 可以自主的行動 真實的參與他自己生活的社會 第二個是我們應該發掘孩子的亮點 我們的孩子其實都很有能力 只是因為我們害怕他受傷 所以我們都會常常用著局限的方式 然後跟他講的沒關係 可是其實只要你願意敞開心胸 你會發現他們的亮點是很棒的 第三個是信任我們的孩子 試著放手讓這些孩子有機會踏出那第一步 那信任孩子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其實當你相信他 代表他也是會為他自己的行為來做負責 以及最後我希望我們還可以一起提供一個舞台給他 讓他在真實的情境之中 能夠展現他自己 跳脫成績的迷思 看見孩童的多元潛力 我相信身為老師跟父母的我們都可以做得到 謝謝大家